我們就是要換衣服 我們是不是乾不乾沒有關係 所以才會有這種變態的行李 不是 永一般來說 這是正常 女人就應該這樣子 對 你們是不是有被誘歡咬到 等一下 中佛我問妳 四天三夜去一個海島國家 妳要帶多少 我去四天三夜 我根本也不會游泳 就算游泳 我一條褲子穿四天就夠了 哪有什麼 有褲兼內褲兼頭 出外逛街褲 這三年前泰國穿回來了 所以孝晨 如果是你去四天三夜 你會帶這個的多少 大概只有她的順分之一不到 看看你們自己什麼身材 不帶也沒關係 我也不過這是有鯨魚餡 妳哪裡不買 而且我跟妳講 這邊只是衣服而已 重點是我這一邊的用具 我跟大家說 一定要帶什麼也就是吹風機 妳管飯店也跟吹風機 沒有 妳看我這個長頭髮 我很常把一些飯店的吹風機 吹過熱 所以我一定要帶一個 自己的吹風機 妳每天白天隔天游泳 游到晚上 然後去夜店綁起來就好 我才有鯨 我才要設定好 妳的鯨就綁就好 妳幹嘛還要帶吹風機 我們的鯨 常常人家開的是 Bandley來接我們的 我們就一股湊油頭 就走上去 這才對 怎麼可以 開Bandley來接妳 妳就找一個人 他幫妳把所有東西都設定好 所以那個私家 妳應該把頭髮剪得 妳不能像我這個樣子有沒有 我不要 洗完一下就乾了 換了是把他剪得像 剪得像Kevin那樣子也還不錯 我那樣留橘 沒有辦法 妳那個穿的就是 長雞眼的假小頭髮 沒有 絕對就是長雞眼那麼多 這雙應該還可以穿 天啊 人家是鬼眼 妳是雞眼 這雙可是名牌好嗎 而且這雙下面有Cuture的 這雙應該不會那麼恐怖 這雙很OK 而且真的在海灘趴趴趴的時候穿 不對 你四天三夜只穿一雙鞋嗎 我跟你講 因為你還要留一些 扣打師去那邊買的 你看我的這些衣服 全部都看出來 它們完全就是男人的噩夢 你看有沒有 我的噩夢 我們一定要請專業導遊來講一下 來看一看這些 專業導遊 如果你去海灘 去四天三夜 你會戴戴了多少 我大概真的就是男生 一條也很酷 然後一個拖鞋 然後一個墨鏡 了不起一個帽子 你看你的打扮 我就不相信你講的話是 所以這樣 所以絕對不會用到這個大箱子 跟你講這個 絕對不會 我跟你講這個大箱子 我必須跟大家講 就是你不管去兩個禮拜 然後四天三夜 五天四夜 兩天一夜我都是這個箱子 兩天一夜也是這樣子 我都是這個箱子 我不管去到哪 我一定要用29吋的箱子 你去哪兒都要搬家 不然你心裡會不安就是了 我心裡面就會覺得 我沒有出國 也就是你知道 我拿一個很小的箱子 然後全部都這樣 這樣塞在一起 我會覺得很心酸 一定要這麼大一個袋子 才讓你有出國感 這麼大 它放鬆鬆的也好 它放很緊的也好 我買一堆東西塞進去 塞滿了也好 才有滿載而歸的感覺 兩天一夜 也要帶29吋的行李箱出去 我個人認為 他的病是重了一點 Kevin 我在想 司憑記者20項 他們應該全都犯了 應該 而且他們都還覺得 他們有理 你看他們兩個蛋 你這樣是對的 我那樣一定要的 這樣是應該的 他們都沒有覺得這樣不對 真的是很誇張 病得很重 還有哪些其他的情況 事實上來講 在這20樣多裏裡面 台灣人現在犯了一個最嚴重 什麼 就是拍照 尤其是自從臉書開始之後 你知道每一個都喜歡自拍 走到哪裡都要打卡 都要自拍一下 吃東西也要先拍 對 全部都要 所以每次到餐廳 到車上第一件事 就是問有沒有網路 然後強迫我們 有沒有Wi-Fi 強迫我們島上去找服務生 找經理 你先要Password 沒有Password 什麼飯都還不要吃 先要到Password公布大家 然後今年去過一個 叫西班牙的 然後在巴塞隆納 很有名的一個叫比卡手 第一個化整的四隻貓 這個很有名的咖啡館 你光連排隊都要很久 這一家餐廳做的那個菜 特別有名 而且很精緻 結果你知道發生一件 超誇張的事 我吃那頓飯 吃一個中餐 吃三個多小時 法國菜才吃三個多小時 中餐哪有人吃 中午 它是在中午 你說中午的中餐 中午飯吃三個小時 對 沒錯 而且三到四而已 纏粹就三到四而已 三到四的吃三個鐘頭 一到要一個鐘頭 才上下一道 真的 光送出來 所有的人 第一件事 全部把手機 相機 你知道多誇張 基本因為他們菜色都不一樣 全部都站起來 每一個人都要每一樣菜 都一定要把它拍到 叫服務生說 全部就是說 來…先給他照一下 甚至有些服務生長很帥的 他還走到前面去 幫忙這樣拍一下 整個場所裡面 就看到我們的人跑來跑去 全部都是好色之徒 所有的老外 都覺得這裡發生什麼事 他們覺得不知道這裡到底 為什麼每個人 那一道菜到底是怎麼了 對 然後 後來那個經理不得已 跑來跟我講說 Kevin我可不可以問你 我們菜是發生什麼事 大家才會都湧上去 因為大家都在討論 講的是中文 完全聽不懂 然後後來我知道很尷尬說 不是 是你們菜做實在太精緻 我的客人覺得實在太美了 他們覺得一定要留下 這個永恆的紀念 而且還要打卡 再傳到在遠方的台歡 比他的親朋好友知道 然後我們這邊吃了這麼好的菜 所以他說這樣子 他說那你們所有的人 全部都要拍嗎 我說對 然後結果後來怎麼樣 你知道嗎 每一道菜送出來 先送到一個桌子 全部的人讓他們圍過去拍 先送到這張桌子 全部都拍完然後再回來這樣子 你知道所有的餐廳客人都不吃飯了 因為他們全部都在看我們的舉動 然後他們甚至拿起相機對我們猛拍 他說因為這是很奇特的現象 拍你們在拍 對 拍我們的人全部都在拍 還有其他的什麼故事要提醒大家 像比如說這個努力殺價 台灣人的殺價是超有名的 可是你說殺價 你說譬如說去歐洲國家 你去巴黎你就很難去跟人家殺價 你去泰國哪有不殺價的道理 照我的殺價方法 我經過這個內地的洗禮以後 什麼東西來 先三折叫起 先三折叫起 我說砍掉一個零四已經是一折的價錢 不是這樣最基本的嗎 可是有些地方基本上來講 你真的太努力殺價 殺到出問題 出什麼樣的問題 我曾經帶客人到泰國 你就知道 就講泰國對不對 然後你知道泰國最有名燕窩 我曾經放客人兩個小時自由活動 在巴東 巴東那區 就是大家知道晚上都是夜生活最熱鬧 然後賣燕窩的 然後所以大概可能賣燕窩小姐 我覺得太漂亮 然後你知道兩個南客人 就被吸引進去了 然後而且還特別 弄了那個小杯的燕窩煮給他吃 然後都吃了以後對不對 當然就不好意思要買一下 要買啦 他們兩個就是先殺對折 就是談價錢 當然老闆一定又把他拉上來對不對 變到六折 七折 然後又往下掉 反正交易到最後對不對 然後後來他講說達到一個數量 對折成交 好 這時候剛好他又有幾個朋友 經過店面了 就是我們團員 然後他就呼朋喚友一下 然後他說這個不錯喔 大家喝一杯 吃火到宵佈了 大家都要買 他們的觀念 台灣人的觀念 如果再多買 是不是又可以再殺更低 那就應該再殺對不對 對 沒錯 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後來他要求殺到三折 商家又不肯 然後對折 然後又殺到四折又不肯 你知道火大了 後來沒有辦法成交 那客人怎麼辦 不買了 掉頭就走 結果沒想到惹火的店家 那個店家看起來 那個我個人比我還壯 銷子捲起來 對 捲起來 他身上都刺青了 然後走出來幾個標形大案 他說你剛剛喝了我那麼多燕窩 然後你給我砍對折 我都答應你了 你現在全部都講好 你都幫你打包了一堆在那邊 對 都說得好 現在 結果越講話的期間裡面 越來越多人圍上來 就圍了 全部圍了 父親的商家兄弟都叫過來了 然後每一個都是那種標形大 和刺青的 幾個那個漂亮妹妹都不見了 然後全部圍起來 這時候圍起來的時候對不對 那四個人 本來兩個人裡面四個人 然後左看右看發覺不對 連走都寫不出去 他不管走到哪裡 就站起來一堵數了 然後他堵住之後 他就說那現在怎麼辦 他說你現在 對不起 我現在不打算對折賣給你 你吃了我那麼多 還回來 要不然就是原價通通給我打包回去 原價 整個調回到原價 他真的把人家惹火了 你知道我整團的人集合 他們四個都沒回來 後來我們以為發生什麼事 我跟導遊到處去找 找了半天對不對 還是沒回來 後來終於大概兩個小時 快三個鐘頭的時候 然後他們急急忙忙 揮頭突點走回來 快三個鐘頭 對 全團的人 20個人 就等他們 等他們四個人 你不要說泰國人想揍他們 你全團其他的團員 都想K他們 不是 問題是 你知道他回來的時候 是全部用原價包回來 全部一毛錢都不能當 因為你如果要走 他就用原價 要不然就不要走 不過在外面如果買東西的話 你身上多少要Try一些的Cash 不管是出國玩 或者在台灣南來北往玩 身上都需要錢 錢要是用光了 你在當地又沒有什麼親朋好友 可以借給你 卡也不好刷的話 怎麼辦呢 有的人竟然想要去偷 而且還跑去偷人家的墓 真的都大大 真的 賺多少 花多少 大家量入圍 除了奠奠自己的荷包 奠奠自己的能力 發生在台灣 是突然在去年年底12月的時候 在爐竹發覺有這個公墓 墓地被盜 然後警方去看 跟家屬勘查了之後 發覺確實 往生者他手上的這個金戒指 他的玉琢的確被偷走了 好 然後隔了幾天 隔了一個月 在今年1月的時候 這個雲林又有人報案了 有一個媳婦 要到這個墓地幫公公掃墓 要上香的時候就滑倒 因為上面的草跟土 都是人家隨便隨便鋪上去的 所以被人家翻過了 那個媳婦一看怎麼回事 怎麼 然後才發覺 墓被鑽了一個小洞 然後公公裡面的 這個往生者陪葬的陪葬品 也都不見了 所以跑去報案 一個小洞就可以把裡面都挖走了 對 所以這個警方勘驗之後 發覺其實這是一個專業的手法 因為他們並沒有大張旗鼓的 去翻那個 挖那個墓 不是整個給它翻起來嗎 對 他們其實就是挖小洞 然後偷走旁邊的 就從小洞裡面 偷走旁邊的陪葬品 但是還好 人在座 天在看 警方這一路辦案的過程 你說邪門也是滿邪門的 你要說老天有眼 有如神柱也是可以 因為他們就遇到了三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辦案的時候遇到了 毒蛇 但是 7月你如果臉部上面有字 你要特別小心 那麼尤其是在耳後有字 不管是左耳或者是右耳 那麼這個在相學裡面就是說 你會在7月常會發生意外 包括開車容易車禍 或者是到這個坐飛機 或者是到這個行船走馬 這些都容易受傷 所以要特別的小心 他就把挖了一個洞 然後從側邊的船這樣子 潛進去這樣子 對 好不容易爬開那個土了之後 結果他就敲那個什麼 就是裡面有棺木 對 棺木要再把他敲開來 敲一個洞 他才可以這樣整個半身擠進去 然後去偷東西這樣子 就沒想到有沒有 他擠進去之後 哪 就很久 沒算好 血運不是很高級的東西嗎 血運是怎麼來的 其實有絕大多數 陪葬的血運有沒有 是寒帶死人的嘴巴